反送中運動樂役不絕 原定在這個星期六舉行的大埔遊行 就被警方發出反對通知書 不過這樣 響應運動又怎止遊行一個方式 其實大埔還有很多地方可以去的 大埔是很和平的 很多山的地方 很多水的地方 很多人喜歡運動 大埔有可以踩單車 去到大尾都可以放風箏 這裡多小店 可以吃到一些特色的食物 可以去臨村許願樹 星期六日絕對適合進來玩 附近有火車站博物館 後面有文武廟 後面那個街市很出名 很多人都會特意來這裡 走回舊街市 不要忘記 還有大埔獨有的連龍隧道 我覺得每個人都可以去看看 無論區內區外都可以 其實你進去就會看到很多東西 無論是哪個立場都好 其實去看看是沒有壞的 粉心我覺得挺漂亮的 看真的挺漂亮的 不過在遊山換水之前 當然要一一一套 和廣福道一街之隔的保湖商場 當中這間小飾店 就主打新式的雞蛋仔 格仔餅和茶飲 他們除了響應八五罷工 亦都在店內貼上宣傳的海報 我覺得到現在為止 政府都沒有回應過市民的訴求 你覺得有什麼局勢有絕對嗎 都會的 有時候 但是 我又覺得 我還是很抱有希望 因為我覺得 真的很多人 包括年輕人 任何年齡階層的人 其實 都很希望香港可以紅花 不像現在那麼多 所以貼海報之外 更加做多一步 就是利用店內的電視螢幕 播放相關議題的資訊 例如 港級721事件的鏗槍集 和歌曲《問誰未發聲》 始終這一區 或者我們這個地方 這個商場 其實都真的很多年 比較大一點的 例如一些公公、婆婆 叔叔、阿姨 其實 希望可以給他們更多一個渠道 讓他們知道 現在正在發生的事情 我不敢說 但是 我們看到的 很多人都會 走過 站在這裡 看看 播放什麼 我相信 其實你看到 你就會知道 有些事情 都會怕被人批評 但是 我們 最終 覺得 我們都是做我們 自己覺得應該要做的事 而在同一個商場的 這一間麵店 也有相同的理念 我本身我賣 雲吞麵 接觸的客人 比較中年紀 老年紀的 副客 其實個個都是有說有說的 在這七年裡面 我是感受到很大的人情味 有時候 我們這些乘客 都會 一直一直討論這些話題 比較熟悉的 就會跟他們說一下 現在發生什麼事 不是說我去改變他們 是他們看到一些很荒謬的行為 令他們改變那個思想 而在大埔超級城附近的這間小店 八五當天就選擇 免費派飯 支持示威者 亦打算會在8月10日再次派飯 我覺得我支持他們 就是要繼續開動家 我也是 希望他們沒有水喝的時候 過來我給點水喝 他餓的時候 給他們吃東西 我幫不了他們 他說會不會連累我 我說我不是說 沒有計過 昨天派了多少時間 沒有計過 派了 我把雪櫃所有東西都派了 已經跟樹枝說了 我派了所有的東西 給你們聽自己的想法 本來我都挺熱烈的 我想到 見到公平的東西 我都會出聲的 我幫些小朋友被人這樣罵我 我看著睡覺 就知道 被人經常罵我 叫我不要看那麼多 睡不到 你睡不到覺 你再看下去睡不到覺 從開始到現在 沒有一間商店被人搗亂過 我不相信他們是這樣做的 他們很好 很好做的 很乖 我們支持他們 他們沒有飯吃 如果肚子餓就離開這裏 口渴離開這裏 有需要就離開這裏 經丁各路就回到舊區 就會來到這間 位於富善街露天虛市附近的野汁店 過去這兩個月 連鎖店也好 我們小店也好 都知道生意一直在差 但其實都不要緊 因為現在是香港人做了一些 他們想要的訴求 大家都希望香港好 我覺得市民是可以和平出來去爭取 但最重要是大家雙方都不要流血 受傷這些事情發生 我和太太都有去參觀過廳場 都是一個挺震撼的一件事 平時看 和你真是個人去看的時候 你是會很自然 你的感覺 是有不同的事情出來 絕對會感受到 這一區的人對當下發生的事情 都是會心同感受這樣的感覺 特別感動就是我們希望有一天 大家可以脫下我們的口罩 脫下我們的豬嘴 一起在煲底下面相擁 去迎接我們戰勝的一刻 我只是一個普通的打工仔 也都要盡好這個選民責任出來投票 我職業是做全球供應鏈管理 我是一個香港人